總經理 這是清靈小姐剛才送過來的 她有說什麼嗎 她只是說讓我把這個交給您 她剛剛才走的 我去找她 清靈 你們兩個之前不也有交情嗎 你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跟她没交情 而且我以后 也不会跟她有任何瓜葵 帮我还给她 我先进去 绒安 小姐 把这个果扔了 扔了 好 结婚 结辈 就你那样的 能嫁给什么好男人 男人娶了你 再倒了半辈子没 你跳那么快干吗 那个女人结婚 跟你有什么关系 慢下来 我叫你慢下来啊 你吼什么呢 在门外就听见了 谁吼了 清凌结婚 你就这么失态 天狼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你可别忘了 她就是个骗子 够了 我没有喜欢过她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你确定 出去 以后 我们要为她的事再来烦我 段天狼 记住今天的话 你说你永远都不会喜欢她 我没有喜欢她 我不会喜欢她的 爸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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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 都会 你 我 现在 我 这只是个纪念笔 没有其他的意思 没有 这只是个纪念笔 没有其他的意思 肚子里的小宝宝怎么样了 还 还没有反应 清凛 一定要在小家伙替你之前哪 把婚礼办了 奶奶 我不想办婚礼了 那怎么行啊 是不是又是那个任秋莉的意思 不是 是我自己的意思 你看 我现在妊娠反应随时会有 在婚礼上会闹笑话的 而且大夫也说了 怀孕三个月是危险期 那 那也不能不拜婚礼啊 奶奶 我调了香水的中调 你要不要来问问 清凛啊 在丁家 谁做饭呀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你能吃饭呀 你这丫头 大废所问 走了 肯定就是你 走了 奶奶 瞧你这一脸幸福的 你男朋友对你一定特别好吧 这你都知道啊 你看看人多血在脸上呢 清凛 丁海你来了 快过来 我给你介绍 好 来 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珊珊 你好 我叫君珊珊 是清凛最要好 最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幸会 别站着了 坐下说吧 渴了吧 清凛 喝了水 你竟然会把男人宠坏的 你是今天晚上唯一的男士 是不是应该为我们女士服务下 我来吧 我的荣幸 清凛 恭喜你啊 你的老公果然和你说得一模一样 清凛说我什么了 她说你对她很专一 对别的女人都不屑一顾 就算我对别的女人献殷勤 最后还是会回到清凛身边 因为外面的女人都是野花 说到话 我们清凛可是行家了 如果你在外面摘上什么野花的香味 那一定讨不过清凛的狗鼻子的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你好像知道很多 没有啊 我只是关心清凛 没别的 你们两个怎么了嘛 丁寒 第一次见面客气点嘛 其实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第一次见面 不是第一次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可能见过吧 记不清了 清凛 我听她这么说真的很难过 你知道吗 我是她EMBA的讲师 我给她讲过课 她居然都不记得我 不过我对她这个学生 可是印象深刻 你们俩也太巧了吧 阿海 你怎么连自己的讲师都不认得 她没好好听课呗 不过丁海 学费可是很贵的 你可要认真听讲啊 我的错 以后我会加倍关注居老师的 那我今天就以水代酒 祝愿你们 永远幸福 谢谢你 珊珊 珊珊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 先走了 珊珊 谢谢你 谢谢你的款待 说什么呢 我们是好姐妹嘛 虽然你没有办婚宴 但我这个娘家人可不能亏待你 以后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 丁海 我跟你说 以后好好照顾清凛 知道吗 如果让我发现你三心二意的话 绝对饶不了你 放心吧 恭喜你啊 谢谢 拜拜 祝愿安全啊 拜拜 我们也走吧 要不妈该担心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朋友圈里 有这样一号人 我和珊珊还有莉莉 一直都是初中高中的好同学 我也跟你说过呀 我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去意大利留学最近才回来的 那你没有告诉我 珊珊是居士平的女儿 是山城集团的大小姐 那又怎么样 她还是珊珊啊 你是单纯还是愚蠢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真是个笨蛋 我是担心你被那种大小姐给耍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怎么会那样对我呢 我比你更了解她们那种人 嘴巴上说恭喜 她心里指不定拿你的丈夫 跟她的男朋友比较 那你赢定了 什么 她的男朋友啊叫段天朗 一个殷勤不定的家伙 她根本不能跟你比 好啦好啦 我们回家吧 走啦 走啦 你呀